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究竟是何事讓中共如此提心吊膽?習近平大勢已去 拜登故意常衰 產業鏈生變 印度不再從大陸進口手機 1.8億部訂單沒了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8月16日 星期三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究竟是何事讓中共如此提心吊膽? 阿波羅網記者唐寧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二與日本和韓國外長舉行視頻會晤 美國拜登計畫星期五在戴維穎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韓國總統尹錫悅 美國之音報導 這將是外國領導人2015年以來首次造訪戴維穎 也是這三個國家首次不在多邊會議的間隙舉行單獨峰會 布林肯並說 可以預計具體倡議以解決核調性等地區安全 經濟安全 人道援助 擴大人民交流以及地緣政治競爭中的新興科技使用 三國誓言實時分享朝鮮導彈的警告數據 改善各國探測並評估來襲導彈威脅的能力 就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本週將赴華府參加三方峰會後 俄信社報導 俄羅斯國防部8月15日表示 俄羅斯突破列夫95MS戰略轟炸機案計畫完成了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的飛行任務 飛行時間超過6小時 這趟任務由蘇凱30SM和蘇凱35S戰鬥機執行殲滅護航保障任務 俄羅斯國防部挑在美日韓峰會召開前夕公布戰略轟炸機在日本海的飛行任務 頗有與朝鮮同一個鼻孔出氣的意味 俄羅斯過去也經常通過類似軍事行動表達不滿 官媒《環球時報》15日主張 這是破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行為 這是試圖在亞洲地區建立小北約 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韓半島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對官媒觀察者網說 美國打造美日韓三角同盟 意圖團結亞太盟友 並形成對中國的圍堵之勢 這點毫無疑問 朝鮮也指責美國加強與日本和韓國的軍事合作 是炮製亞洲版的北約 習近平大勢已去 拜登故意唱衰 最近 國內外有越來越多的聲音 或直白或婉轉地表達了同樣的判斷 習近平大勢不妙 這種聲音來勢之快之猛 頗令人驚訝 自由亞洲電臺發表了時事評論員梁晶的評論文章說 中國經濟和金融雷暴不已 而且老天也不幫老習的忙 一些人認為大勢不妙 甚至是大勢已去 國際方面 拜登對習近平大勢不妙的表達最令人意外 他不僅直接聊當地說 中共是定時炸彈 還給出了背後的邏輯 那就是當壞人遇到問題時 他們就會做壞事 拜登的表達一方面明確地指出了中共已經成為全球風險之源 同時也毫不掩飾他對習近平的輕蔑和敵意 儘管拜登談話的場合是競選籌款會 但沒有人懷疑他的出格言論 也是說給全世界聽的 對此番拜登的出格言論 中共官媒的批評是惡意常衰 這種老調不值得評論 拜登說 中共是定時炸彈 如何理解習近平的個人權力危機 與中共危機和世界秩序危機之間的關係 深陷經濟危機和社會人口危機的中國 之所以對美國和世界能成為一個定時炸彈 隱含著這樣幾個大的直覺判斷 第一 中國內部的糾錯能力太弱 第二 外部世界對中國內部失序的制約或干預能力也太弱 第三 中國內部全面失序不僅風險大 其全球的外部副效應也極大 這三條不同時成立 中共是定時炸彈的命題也就很難成立 問題恰恰在於 與歷史上中國改朝換代或大的秩序危機相比 當下中國上述三條同時成立的跡象是相當明顯的 拜登為什麼會有出格言論? 文章認為 拜登與習近平打交道的多年經驗 尤其是近年 與習近平一對一對話的失敗經驗讓他做出了這樣一個判斷 對習近平的中國已經不存在刺激與否的問題 拜登用中共是定時炸彈這樣激烈話語 一方面是為了警示世界 同時也是告知不願坐以待避的中國人 美國不會袖手旁觀 產業鏈生變 印度不再從大陸進口手機 1.8億部訂單 沒了 作為蘋果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 中國組裝生產了全球九成以上的iPhone產品 根據Countprint提供的資料 2022年 蘋果手機的生產組裝中 中國市場的份額為96% 印度緊隨其後 約佔4%左右 但從去年9月開始 越來越多的消費者發現 他們買到的iPhone14系列包裝盒上印著印度組裝的字樣 這意味著 最新款的蘋果手機正在由印度生產製造 此外 蘋果和三星在過去兩年裡實現了顯著增長 這種趨勢在過去十年間令中國和印度的手機貿易格局發生顛覆 2014年後 中國每年向印度出口的手機數量可達1.8億支 但近年來 隨著印度在手機製造的產業生態日漸完備 他們已經幾乎不再需要從中國進口手機整機 對此 過百億的資金正在湧入印度的製造業 大量的印度年輕人聚集在印度 諾伊達 哈里亞納邦等地的工業園區 開始為來自全球主流智慧手機品牌的僱主打工 在完成組裝環節後 這些手機就會被運往包括美國 英國等多個國家直接進行銷售 在最新公布的官方資料中 電子產品已經成為印度第二季度第四大出口產品 該類別在前30名出口產品中增長最快 在印度蜂窩通信協會公布的資料中 印度智慧手機出口量在2023財年的4、5月增長了一倍多 而智慧手機出口額達2000億印度盧比 遠高於去年同期的906.6億印度盧比 其中5月份智慧手機出口訂單額達到1200億盧比 50%由蘋果貢獻 不過 隨著印度成為蘋果的第五大市場 當地手機產業鏈迎來機遇潮 技術洞察表示 蘋果iPhone該季度出貨量在印度同比增長超過50% 印度已經成為蘋果在銷售和製造方面重要的戰略市場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新聞視頻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暗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阿波羅網